通常一般足底筋膜炎在你的臨床上面 它們發生的原因大概會是什麼 最常遇到還是過度使用 像很多病人是久站 久坐 但是最常遇到足底筋膜炎的主因成因 還是來自於小腿的肌肉太過於緊繃 如果今天我們要判定它的小腿是緊還是鬆的話 我們會有一個蠻客觀 而且蠻簡單的一個測試 我們就是需要一面牆 它其實還可以拿來當作是一個運動 如果今天小腿很緊繃 你多做幾次其實它就是一個很好放鬆小腿的方法 其他的一些部分是來自於說像腳踝的穩定性 針對我們腳踝的穩定性訓練來說 通常我們會介紹病人做的就是 第一個是很簡單很簡單 就是我們先練習XX戰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在增加穩定性 都會腳趾頭想要去抓這個地板 抓地板這件事情不是拿來提升腳踝穩定性 這樣你只會讓足底筋膜炎更快發生這樣 很簡單的動作 但是我覺得突然覺得自己肢體慘 就能讓腳踝被碰到